大马路上车来车往 幼稚园外白色轿车红线围停 一停就是十几分钟 惹得后头驾驶不满 长按喇叭要他离开 休旅车往前滑 男子还是情绪很激动 竟然冲下车 猛力拍打车窗 要找对方理论 就是骂一骂就算了 那个时间是不能停的 十七号早上八点多 加两到台北市大同区 这家幼稚园接受孩子上学 却吵了起来 后头民众好奇为观 整条路被两个人挤得动弹不得 原来当时陈希家长 把车停在红线上挡住流行驾驶 他按喇叭提醒 又下车挡住对方去路 反而被家长提告强制罪 有吧大家都下到 不然会来看 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 先把孩子保护好 在前面能够申请 再申请一个 可不可以让我们有个反冲区 就像这样的防线 幼稚园门口停车阁 画上标志提醒民众 上下班接风时段禁止停车 偏偏就是有人不守规定 或许大家多点同理心 就能避免冲突 记者张欧茨路易新 才报道